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新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图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 白燕仪 好 我们一起来看到 今天的故事 他曾经打过一个特别形象的地方 全家福就像是我们家的一条纽带 每次只要一出锅 就代表着全家人都已经到齐了 象征着团团圆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每次吃着熟悉的味道 我的心里总是很感恩妈妈 是她让我明白了 一家人开开心心 和和睦睦 才是最大的幸福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被知协人妈妈杨建敏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杨建敏 来 请坐 你好像年纪不大 六十 今天是女儿来感谢你 对 是女儿带我来的 其实呢 我应该说是感谢我的女儿 是她给我的晚年带来了快乐和幸福 她带着我 圆了我儿时的梦想 就是带我参加了他们那儿的老年合唱团 所以说我现在特别开心 我要谢谢她带我来到了 谢谢你来了 您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济南的 山东 那是你老乡 来 我们掌声有请 知协人女儿杨洁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嘉宁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洁 好 请坐 妈妈说她要感谢你 说你圆了她儿时的梦 那你是为什么来感谢妈妈呢 原因是一样的吗 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山东青岛人 青岛妹子 漂亮 然后其实对面坐的这个是我婆婆妈 不是我妈 婆婆妈 对 原来是婆婆 一直都以为婆媳水火不相容 看样子你们俩感情挺好 可能是因为我心比较大 而且比较二吧 那你这意思有弦外之音呢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比较二 所以才跟婆婆梳理好关系 你是婆婆很厉害呗 我觉得是婆婆的包容心吧 那就是婆婆比较二 您说了 不是我说了 这二是打庄引号的 其实二一点好 那施老师说了 大家都二一点 我们会更幸福 别那么精明 你是多少年嫁入杨家的呀 应该说是2012年跟老公认识 然后13年才结的婚 那什么时候见到婆婆呢 见婆婆 其实见婆婆很尴尬 本来大家都觉得就是 这嗓门大的 我尽量小一点 没事 嗓门大挺好 大过年的洗清洗 就跟放泡盏一样 大家原来以为就是谈恋爱嘛 可能两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带你见我的父母 你带我见你的父母 是这样 但是很早 我们两个认识两个周 然后有一次夏天 9月份去她家 看那个中国好声音 她比较就是知道我的习惯 你嘴不能闲着 拼命地吃 她说你在这吧 我去楼下超市买东西 走了五分钟 就觉得登登登 有人敲门 我还以为哇塞 这次神速回来了 我就光着脚丫子 也没有穿拖鞋 突然发现门口站了一位老太太 我就一看她俩肯定是女儿俩 长得太像了简直 然后阿姨之前听说过 但是没有见到有真人 她那会儿就说 你是 我说我是杨洁 然后我妈的下一句是 你是真人啊 你是活的 我以为怎么了 后来 是过了一段时间 老公才跟我说 我那会儿拿你的那个 有个写真照片嘛 然后家给婆婆看 说 妈别给我介绍对象了啊 别人已经给我介绍对象了 这个长得不是漂亮 而且你看这照片 像不像明星 然后我妈那会儿就说 胡说八道 以为老太太不上百度 不知道你找的照片来糊弄我嘛 她就以为真的是 拿照片来糊弄她 又间接地夸了一下自己漂亮 然后那会儿就跟婆婆第一次见面了 然后突然说了一句 哎呦哎 她爸还在楼下呢 实际上她是 当时是买的苹果 对买的苹果 送苹果 给老公来送苹果来了 听出来了 两个人都很二 公公还在下边呢 你儿子当把 你儿媳妇的照片给你看的时候 你觉得特漂亮 对我觉得不可能啊 太就是一个明星照片嘛 就是糊弄我呗 有那么漂亮吗 我觉得挺漂亮 有我们左颜漂亮吗 嗯 差不多 是挺漂亮的 现在还怀着孕呢 就是没怀的时候应该更漂亮 好 所以第一次见面印象好是吧 对 不觉得她挺诈乎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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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这样 我喜欢这双新歌 直帅 对 对对对 当时婆婆下楼以后 我就礼貌我得穿拖鞋送她呀 然后恰好这会儿老公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然后哇塞见到了公公和婆婆 然后她俩就说叔叔阿姨再见 这会儿就是我老公就转身去送 就是她的爸爸和妈妈 就听见我公公说了一句 哎这个行啊这个行 要个儿有个儿要门有名 你看你前面那个又操又崴的 哈哈 我一听这个我的天呐 说话好直呐 哈哈哈 你怎么说话有点像月云鹏呢 我的天呐 哈哈哈 最近看那节目看多了 哈哈哈 这是第一次见面 嗯 性情相投 嗯 都不复杂 都简单 对对对对 是吧对 见了婆婆之后心更放下来的 对对吧 嗯 所以说妈妈是可以给儿子加分的 我的婆婆特别给我加分 哈哈哈 你动作怎么老那么夸张干人 哈哈哈 开心 你不能动作太大 你这不还怀着孕吗 嗯 她更开心 你这第几个 你这第几个啊 二胎 二胎 是够二的 哈哈哈 有了第一次见面之后 那接下来跟婆婆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吗 有 那会儿其实就是 和伙就会约你到家吃饭嘛 啊 然后有一次下班就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的时候就突然聊起来了 说哎呦 今天冬天还没下雪呢 要不然这样 咱们啊在下就是 今年冬天就是第一场雪的时候 我们一起约起来吃火锅好不好啊 我说好好好好好 其实我特别就是怎么说呢 爱吃最爱吃的就是肉 一听吃火锅哇塞开心 然后2012年的第一场雪 我们就打电话约着吃火锅 然后我到楼下的时候发现是 公公和我老公在等我 然后我就问我说 我来阿姨没来吗 然后我老公来了就 阿姨哼 阿姨打麻将 把咱们运势的事给忘了 我一听其实有一点点的 失落 哎有点有点失落 走走走走走 楼下楼下不等他不等他 他一会他就来 然后我们就去吃火锅嘛 刚涮了第一次的肉 公公说哎那赶紧吃啊 一会儿老了不好吃 我们三个人同时 撒筷子的时候就停电了 就黑不冷灯 然后我老公就接电话 说你阿姨要来了啊 你阿姨 你为什么黑灯啊阿姨要来了 于是你们 阿姨来还有前兆 花叉灯全黑了 于是呢我们四个人就 吃了一场烛光玩火锅 这个其实吃火锅的时候 很开心觉得哎呀酒足饭饱 你想自己 当你自己在外地租房子 每算的每一分钱的时候 实际上你不舍得去花太多的钱 饭店呀吃什么太好吃的东西 谁买的单 当然是我的婆婆买的单 你这儿子够呛啊 四人吃饭还得你们俩老两口买单 不是我是财务大臣 而且那天打麻将赢了 赢了 不能不能说再说 吃完以后 婆婆就说你们两个上楼吧 我去送她 因为我想自己坐公交车回去 很近就是一条直线下来就可以了 下雪也没法开车 然后我就挽着婆婆的胳膊一路走 实际上那个公交车站牌 能走路我觉得得十分钟 但是我们就边聊天边走 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婆婆就说 原来呀 在我们家冬天的时候 如果自己在家吃会儿锅也行 做菜呢 你就可以做全家福 里边有各种海鲜呀 皮肚 肉 菜 什么蛋饺 对 粉丝你愿意放什么放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 叫全家福 对 就是大杂会吧 什么全家福 全家福 全家福 有这个菜 全家福 其实很好的里边 嗯 然后我就对这个全家福 特别特别感兴趣 我就觉得我一定得尝一尝这个全家福 你就是吃货呗 嗯 小吃货 差不多吧 可以这么说了 小吃货 然后这会儿就慢慢就走到那个公交车站牌了 当时我婆婆就说 从这儿啊 坐车到哪儿到哪儿下 你别坐过了 可能刚开始去她那个路线不是很熟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 就是婆婆跟我妈感觉好像啊 那会儿上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 我们都是那个晚上有晚自习嘛 所以晚上就得骑自行车去上晚自习 可能九点半以后才会放学 妈妈每天地下室推上自行车 检查亲门心儿 检查自行车怎么样 等等我下去 一路小儿跑看着我出了小区 然后直到看不见 妈妈就回家 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 哎哟 婆婆真的跟妈妈一样 坐过程车 你怎么走怎么走怎么怎么样 等到我上车 车来了 然后招招手再上车 就好像我的妈妈那会儿感觉 你跟你妈亲还是跟你婆婆亲啊 现在 现在怎么说呢 因为婆婆在身边嘛 嗯 什么事儿都是 妈什么什么什么 实际上就是 婆婆嗯 现在更了解我的生活 哪一年结的婚 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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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十九 十一 九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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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是婚礼 嗯 对 有彩礼吗 那会儿 我好好给我送彩礼 我们家特别有面子 其实怎么说啊 一般来说我们那边 男孩女孩结婚 如果不是在同一个城市的话 都会按照南方的来 因为南方是娶媳妇嘛 但是我婆婆那会儿 完全是所有的彩礼啊 包括的礼金啊 都是按照我们家那边来的 实际上青岛和济南 还是有差距 你们那边是什么规矩 我们那边都差的很大吧 最少什么什么 什么五万一千八 六万六 八万八十万八 等等等等不封地 然后济南那边还是 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均 嗯 所以你到底是多少呢 我当时婆婆给了另外一 六万就六六万六啊 你还六个六 六个六也 六六六 关键是上我们家去的时候啊 因为有彩礼 她就得买那个烟酒糖茶呀 你去了你要怎么样 婆婆就取了现金 包了个大红纸 外边弄了一个大花 那个花就是咱们 比如说什么鲜花店门口 那个最大那花 这么大 然后去了以后 什么烟酒糖茶 我以为拿点就算了 我们就整个一个后备箱 酒是五香 什么烟是十条 就全是这样 就婆婆半给你面子 对 而且去了以后 我以为就这样就去了 结果婆婆还找了一个下高速口 我们那边是路过一个村里 黑猪肉店 黑猪肉店 就整个弄了半拉黑猪 拉后备箱 后来我爸跟我妈一开后备箱 说你家开后备箱啊 这边得找个人往里推着 就会样出来 这边一开这边会样 你怎么知道他们那边的风俗和规矩 首先我们要尊重女方 我都让我儿子啊 问他尊重他们家的意见 因为找了个很可心的儿媳妇嘛 就是觉得应该是开开心心 都高高兴兴的 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 就双方的要求都开心就好 那六万六收了 我妈也属于那种就是 你看吧 你婆婆都这样 咱也不是那种 咱也不是卖闺女 再说了 你已经嫁到人家家了 要买房子 要装修 万一你现在小年轻的 谁不买车呀 对不对 所以就把这个钱原份不动用 让我婆婆给拿回来了 她说这个钱啊 妹妹就放到你手里 为什么呀 你得给她置办这些什么家电呀 你得装修啊 妹妹 因为我妈大 啊 叫她叫妹妹 对 所以就是把这个钱又给婆婆拿回来了 嗯 那你们住一块吗 婆婆不跟我们住一起 就是坚决不跟我们住一起 嗯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咱们 距离产生没 她一直觉得老年人好叨叨 尤其是我们小两口 可能有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私人空间 就跟我们嘛 肯定生活呀 饮食呀 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不跟我们住在一起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 就是前年的冬天 因为婆婆住的那个小区 要重新改造那个管道 所以就是没有在正常的时间点 给我们提供暖器 我就说都到了这种点了 实际上还天气还是很冷的 没有供暖 她们修她们的家里就是打电话 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晚上就来我们这住嘛 公婆也不会住 这不是婆婆大气 这是婆婆聪明 对 有些父母呢 一心一意为了给孩子更多的照顾 到最后反而呢 惹得一生的错误 对 管的太多不一定是好事 真的 所以说你妈是聪明 不掺和到你们的当中去 那你们的小两口 平时闹别扭的时候 婆婆的态度是站在你这边呢 还是站在你老公这边 那必须站在我这边 我长得那么可爱 肯定是站到女儿这方 不是了啦 就您儿子好像也没怎么幸运 原来 刚开始吃饭的时候 我就记得很清楚 每次我们家就是 我儿子也是抱怨 做菜呀 就这样 我老公但凡有一种菜 他觉得很好吃 连续加上三筷子 我和那时候 啪 还扯 胖着什么样的 还扯 就不能让养鸡吃嘛 我知道了 不是亲生的 你倍高兴 对 我就觉得开心 因为我觉得那个杨洁嘛 离开父母十几年了在外 真是不容易的 来到我们家 我就说 我就当姑娘 就这么一个儿子 然后来个姑娘 你不怕把她宠坏了 不会 不会不会 你不怕她蹬鼻子上脸 不会不会 杨洁不会的 杨洁但是她很聪明 她还聪明 太聪明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 这是我从来没有守着她说过 就是可以说 人和人之间没有说是很顺利的 是吧 也有不高兴的时候 就是她有不高兴的时候 就说的这句话比较重了 我就会 我听了心里也不舒服 我就会不说话 我就 鬼脸就走了 但是杨洁特聪明 一看 事不对 肯定是我哪一句话说错了 就会 给我孙子说 对啊 奶奶呢 奶奶干嘛去了 一出来 我心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正面的 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真的这么可爱 我婆婆必须站在我这边 从来没有过 就是但凡我老公惹我了 我婆婆就得说她 比如说 老公有的时候回来晚 然后那会儿我就会跟我婆婆说 昨晚晚上又几点回来 怎么怎么样 我婆婆就说 她要晚上超过十二点回家 你不是起家上厕所吗 锁门 爱睡哪儿睡哪儿 就那样教我怎么治她儿子 你锁过吗 没有 就是一个人之所以跟另外一个人不计较 是因为知道这个人心底善 做不出什么坏事来 所以才会这样去做 对 包括现在就是 你婆婆在外面怎么说你 无论是我们的邻居啊 朋友啊 包括现在在我们和尚团的同事啊 就是都会说 哎呦你婆婆 那说你嘴里 那你摆个好 简直就给你点赞 天天给你点赞 说什么事儿 我们家杨洁最好 我们家杨洁最懂事儿 在家里边你看怀孕了 虽然有孕吐干嘛的 也打扫卫生 什么也干 什么也吃 从来不是说 哎呦我怀孕了 我就必须得端起来 我什么都不能干了 什么干嘛的 有的时候我老公还说我 老公说 哎呀你看 我有时候不舒服 或者说是 他们叫我吃饭的时候 我说等一会儿再吃 我老公就会去 你看看毛病 然后我婆婆那会儿就不愿意了 哎呦怎么治啊 你省孩子 你省一个是什么 婚孕她难受她难受 你知道吧 哎看向着我 哎呦 永远向着我 所以就是他会在旁边人说 你看我们家真是 娶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 你是个戏精吧 哈哈哈哈 你说话就灰声灰色那样啊 他是我们家的看心果 是吧 对大火宝 所以说没有什么反心事儿 所以婆婆现在让我带跑片了 你们家买房了吗 嗯 现在有房子 然后前段时间的时候 是因为有一批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这个商品房 也比较小 40多平方吧 然后我们就买了 当时是付了一部分钱 带了一部分款 然后过了俩月 告诉我 我老公有一个信用卡的 就是手续费三块钱 那个余期没有还 所以银行就不能给我们贷款了 我当时一听 其实心里边就有点着急 就是就是觉得 你看这个事儿如果说咱们分期付款 一点都不会影响生活 怎么到时候 你突然这一下子一个月就要 把剩下所有的尾款都交上 我就有点着急 婆婆真的是 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她就说她说怎么办啊 已经这个事儿已经这样了 咱有什么坏事儿啊 咱往好处想想 实在不行咱就凑凑 所以婆婆和公公当时商量了一下 因为他们老两口也有自己的这个生意 自己平常也要生活 就把她剩下所有不用的这十万块钱 全都给我了 她说咱再凑 你看你现在怀孕呢 你也不能生气 不能动怒 既然这个事儿发生了 那咱就往好处想 你哭了没 我当然没哭 我就觉得 就是婆婆真的跟什么 跟金箍棒一样 就是定海神针 当你在遇见什么难事儿的时候 她总是一句话 坏事儿你得往好处想 已经发生了 你说婆婆是跟什么样 金箍棒 你是说婆婆是猴呗 我又说错话了 你是八戒呗 我老公是八戒 那你这时候是婆婆是猪呗 对 生了个小猪 她第一胎是哪年生的 来 14年 14年 你照顾 对 从生下来 就是 因为她母亲父母都是青岛的 都是我照顾的 你觉得她好照顾吗 好照顾 我儿媳妇太好照顾了 保姆都不要 就不娇气 不要她说妈 月嫂 月嫂做的饭不如我爸爸做的好 我们家老公做的饭做的好 所以说她一点都不挑 吃东西挑不挑 不挑 什么都不挑 从来没有问过说想吃什么没有 做什么吃什么 给什么吃什么 对好养活 这也跟猪差不多 好养活 好养活 知道你要接这句话 你婆婆照顾的好吗 说实话 我婆婆照顾的真的是很好 因为那会儿是大家都说嘛 就是在月子当中要多吃一些 带汤汤 我没年轻的时候 就他们小时候都用那个肥皂 把肥皂塞进去 对都是婆婆给我干 婆婆给你塞 那婆婆真对你比亲妈还好 对然后 因为我妈那会儿也来照顾孩子了 婆婆就跟我妈说 她说 嫂子你来这儿 你什么也不知道在哪儿 你呢 咱们分工 你就负责弄孩子那一套 婆婆就负责照顾我 其实那会儿孩子还好 现在都有尿不湿啊 护士也会跟着你轮班照顾呀 最难的就是产妇 各种换的东西啊 其实真的是很麻烦 你那些同事朋友是不是特羡慕你 对 不光羡慕我 就是婆婆能生活上照顾的我特别好 那你会不会在同事面前秀一下 那必须得秀啊 怎么秀呢 原来的时候都是说 原来都是嘴上说 哎我婆婆咱也给我做这个呀 做那个呀 婆婆给我买的新衣服啊 我跟我婆婆有什么母子身啊等等 然后我同事都觉得 哎呦你婆婆真好 但是你嘴上说嘛 谁能看得见啊 到冬天的时候 我基本上每天婆婆都会给我带饭 而且都不重样 各种菜各种肉搭配都是不重样的 热完饭以后 办公室各种人 登登登 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后来我就觉得他们老问我 婆婆说 要不然咱今天晚上做完了以后啊 咱先多做一些盛出来 所以婆婆就会给我带足 三到四个人的量 同事也会跟着沾光啊 什么全衙服必带啊 因为我愿意吃这种汤汤水水的 然后里边有菜有肉的东西 什么酸菜饺子呀 什么虎皮青椒啊 椒炎纳肠啊 每天都换着一样 别说了 好吃 那出差呢 出差的时候 因为坐动车不方便 因为孩子孩子东西太多了 那一年他刚一岁 他说你是孩子饭玩 你到哪我们得跟着呀 他说咱无所谓什么动车 这那那这不 咱开车吧 开车方便 就整个一个后备箱 他用的 我爸用的 孩子用的 他出差我们都跟着 对就整个一个车去北京有一次 待了九天 我就觉得有那么夸张吗 怎么这么些东西 但是发现那些东西 你到用的时候 你再去找 绝对就在它 就跟我朋友有的时候 就跟那机器猫一样 道具道具道具 各种兜兜里会有各种道具 早上八点多做的 晚上六点半才到的 后来我朋友就从箱子里边 拿出了锅 我一看怎么还有锅呀 我说妈这锅你要下面条 我说不是 这是火锅 耍羊肉 对自己从家带的肉片 洗好的菜 剁的藕片 就是整个楼堕里边 文件全是香啊 我感觉那会儿都特别饿 就觉得自己能吃下一头牛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我们这一次来重庆又待了 重庆好吃的多了 就是没用上嘛 没用 没用 我丈母娘对我也特别好 只要是每天做饭 出去买菜之前一定会问我 要吃什么 然后肯定是买我爱吃 我有你一样的感受 因为不是亲妈 却对你啊 跟亲妈一样好 所以你内心总是会有一种呼之欲出的 总想找点办法感谢的 对 你刚才说她圆了你梦是吧 唱歌是吧 对我小时候就喜欢唱歌 嗯 68年69年的时候 济南市文工团 就是上我们学校招那种小演员嘛 当时就招上了 招上以后父母那时候封建 女孩子不能干文艺 抛头露面 对不行不能干就没让干 就是始终就是很喜欢 那她怎么圆你的梦呢 她那有一个那个老年合唱团 她组建的 对他们那个单位 他们单位 他们单位那个 我在文化馆 对文化馆 最后她就孩子也大了嘛 送幼儿园了 她就说妈你来吧 哎呦我真是去了以后啊 真是太开心了 这些老年人在一起 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她做的还挺用心的 对对对 她肯定把你平时的话放心上了 对对对 我说什么话她真是挺用心的 唱两句呗 哦 啊 此处应该有掌声 哈哈哈 天上一个月亮 水里一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里 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看得好 哎呦 王女佑 要你静下来 一刻中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是不是平时睡觉在床上都打太急呢你 哈哈哈 不是 所以我儿子也让我带跑篇了 整天就是那种大大咧咧那种 挺开心 天天开开心心的 这是个闺女还是小子 反正我妈说了 希望是个女儿 对 有一儿一女了 对 为什么今天选择在这样一个喜新的日子 来到重庆为是感谢你婆婆 其实怎么说呢 你像我谢谢婆婆 在家就能完成的 可能说一句话 就能把这个谢表达出来 但是我觉得婆婆这些年 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从结婚到现在 照顾我们 照顾孩子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无微不至来表达 现在呢 又怀了一个小猪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道全家福 又多了一道菜 对我们所有的家庭成员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谢谢 高兴吗 谢谢 高兴 高兴 很高兴 真是很高兴 很开心 就是有了她之后 就是生活特别阳光 对对对 她把我带了 因为过去我也很封建 年轻的时候喜欢穿旗袍 老公也是 40以后 今天杨阿姨为什么让我们觉得特别羡慕 您特别会当婆婆 当婆婆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和她们保持距离 对 什么样的距离最好 一碗汤的距离 对 就是从我们家呀 做了一碗汤端到你们家 还是有温度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家庭的关系的距离 就是这样的距离 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叫雪中送炭 虽然我们保有距离 但是当儿子媳妇 她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咱当老人的必须伸出援手 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最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女人生孩子的时候 媳妇生孩子的时候 是非常脆弱的 是非常要依靠旁边人的 婆婆在这个时候 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爱 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生孩子的时候 是我婆婆陪我进的产房 我先生有点害怕 然后我婆婆说 我来 我婆婆就陪我进 我在里边这个非常无助的时候 我婆婆一直牵着我的手 我觉得这种温暖 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对 这就跟妈是一样的呀 在我生死的关头 对吧 在我困难的时刻 婆婆一直陪伴在身边 就像您二位带来的这种温暖和感动 所以您做得特别好 谢谢 中国好妈 谢谢 谢谢 送个对联给你们 万事如意 满门顺 一团和气 全家福 谢谢 杨洁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洁 干净 洁净 如果你从小没有那么多的宠爱 和良好的正直的善良的 与人为善的这样一种教养和教育的话 你就在想 他是不是笑面虎 他是不是其实背地里没有什么好心思 其实就会防着 我们叫戒背 所以显然你的内在是富足的 也是洁净的 你们两个洁净的女人 两个内在富足的女人 就这么天作之合 我觉得真是也是婆媳关系的天作之合 你们的各自的男人都是幸运和幸福的 你们的家庭也因为两个纯净的女人 变得这么的快乐 所以我们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其实还是要把自己的内心 修得更有力量 更强大 这样你才能够去给予出宽厚 给予出平和 你也曾能够读懂别人的宽厚和平和和善良 对对 所以谢谢你们 你们这期节目啊缺少总结的冲动 嗯 因为真正幸福的生活是不用总结的 我只想分享 谢谢 你们努力的把没有血缘的关系变成亲人 对 这就是成功的法宝 他们不怕自己当外人 对 家里只能讲情 咱中国人自古这样 对 所有失败的婆媳 就是他们都特别聪明 且奖励 他们斤斤计较 他们充满了雄辩的能力 他们能挑出 不易察觉的所有人的毛病 而他们俩都是视而不见 就看到对方美好的东西 就看到美好的优点 并且努力地去激发对方 这些美好的东西和优点 因为对方美好东西 已经把时间填满了 对对对 这就叫幸福 好嘞 谢谢 我觉得你们家 一定还有一个聪明的公公 和体贴的儿子 对对对 你的儿子特别特别的重要 对 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我觉得扮演了一个沉默的 决定性的因素 对 他竟然能够把爱妈妈和二老婆 处理得如此的完美 你应该感谢你 生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谢谢 你应该感谢你的眼光 感谢你日常的努力 能把这个男人 变得更好 其实一个好的家庭 就是大家都努力变好的 一个组合 对 它是一个团队 对对 每个人都尽其所能 努力地变好 你们激励着我 谢谢 在以后努力地变好 好嘞 谢谢 谢谢 哎呀 我有点想我的家人了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只要说到婆媳关系 我总是会说那句话 就是要 视如己出的关爱 相敬如宾的对待 视如己出的关爱是因为 你的儿子是儿子 人家的女儿也是女儿 都是十月怀胎生出来 对 所以你千万不能厚此薄病 对 但之所以为什么又要说 相敬如宾的对待 不是自己的 毕竟不是自己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 还是不要越界 还是要保留空间 对 所以说能够做到这两点 其实很难 对对对 好 谢谢你来了 妈 谢谢你来了 妈 三十多年前你生下了一个臭小子 这个臭小子现在长大了 他变成一个男子汉 保护 爱护我们整个一个家 妈 谢谢你 感谢你对我们所有人的 无微不至的包容和照顾 我相信我们家的日子没有终点 只有我们家每一天 简单而有幸福的生活 妈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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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谢谢你 谢谢你来了 让我表达一下我自己的心意 自从你来到我们家 真是 我特别的开心 你领着我参加了合唱团 真的我觉得很幸 你使我的晚年 真是很幸福 很幸福 我也谢谢你 我扶着你 你小心点 别滑了 你行是吧 谢谢 谢谢大宝贝 谢谢大宝贝 妈 生累了 大宝贝 大宝贝 哎呀 大宝贝 你没事 生累了 没事大宝贝 哎呀 我说过 你只是又多了一个妈 疼你 嗯 好 来 你别哭了 我还有礼物送给你呢 别哭了 嘿嘿嘿 这佛习关系 要都这样的话 那男人得多幸福 嘿嘿 还有 来来来 来 我们看看是什么礼物啊 什么 你猜 你猜是什么呀 什么礼物啊 你猜是什么礼物啊 你猜是什么礼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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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呀 啊 啊 头沙 什么呀这是 哇塞 眼光独的 结婚的头沙 对 因为 嗯 婆婆80年代初的时候 结婚 那会儿 应该是没有 也不流行 咱们现在这种 什么婚纱 照相啊 结婚的仪式啊 所以婆婆到现在都没有穿上婚纱 我一直觉得我婆婆 怎么说婆婆是一个智慧的人 她可以包容我们 婆婆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在我心里边婆婆就跟一个女超人一样 而且我认为我的婆婆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婆婆 我一定 这话说的好听 我一定要让我最漂亮的婆婆 今天美美的穿上婚纱 啊 穿上婚纱 然后呢 那公公在吗 那必须在啊 公公也在是吧 人家俩爷们都在呢 一会儿陪你 两爷们都在 好 那赶紧去换一换 去换换 去换换 有请 有请 好漂亮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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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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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激动啊 那是 啊 先让我们看看啊 好看吗 漂亮 太激动了 真的缘了我那 一生的梦想 没想到 而且我的心的真的是太 哎呀 没法说 因为我过去说过 因为我特别 眼前他们的不是 那个 穿婚纱 哎呀 我要是晚生三十年多好啊 哎呀 你晚生三十年 您碰得上老爷子吗 没想到儿媳妇这么用心 我太幸福了 真是真是太幸福了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 我有点太激动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您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她老公 来自山东济南 我叫爱意 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 辈帅肯定 你看她长相 您看见您老伴 今天穿婚纱 在这么一个喜新的日子 能否感觉到 当初结婚的时候那种心情 比那时候激动 看来是 今天是比那时候激动 漂亮吗 年轻的时候比较漂亮 现在还是挺漂亮 你不对 你刚才说年轻的时候挺漂亮 真是挺幸福 真是太幸福了 我觉得其实女人 只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穿什么都好看 而幸福的微笑后面 其实男人付出的功劳也不少 对 要不头发能白了吗 怎么样 我说是一家人吧 做饭做 行 那是小宝贝是吧 来 把话筒给小宝贝说 大家打个交换好不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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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说 我叫爱不多 我叫爱不多 你几岁了 四岁了 四岁了 为什么叫爱不多 应该叫爱很多啊 爱不少在肚子里呢 对对对 那叫爱不少 这叫爱不多 对啊 对啊 不多不少 不不 这名字有意思啊 三胎就叫正好 爱不多 是妈妈漂亮 还是奶奶漂亮 奶奶漂亮 奶奶漂亮 这妈妈教得不错 你愿不愿意奶奶以后 天天穿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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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做饭了 那奶奶得挺累的 今天就稍微有点遗憾 先生不在这 你老公不在这 还是在工作是吧 对好好学习 天天穿着 所以呢 其实在这样一个 喜庆的日子里 我们看到这么 幸福的一家子 彼此都透露着 善良和真伤 我们多么希望 在生活当中 每一家 每一盏灯火 其实都是像这样温暖 那我们身边 我们的周围 该洋溢着一种 怎样美好的气息 主持人 我想送给大家 我们家的祖传的 也是我婆婆传给我的 叫全家福 就那个 全家福成性意 做的不是很 今天上午挺仓促的 可以让大家品尝一下 好吧 好 谢谢 大家都家庭幸福 好吃 好吃 好吃的 去看一看 不用 我一会儿盛好了以后 你去端好了 主持人辛苦了 主持人辛苦了 还有成这么少 还不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还多了 飞不过来了 来 你看你给谁啊 谁年龄大 先要给老人 年龄大 老人 老人 对不起 对不起 哪个漂亮给谁 哪个漂亮给谁 可以 谢谢宝贝 谢谢你 放了 谢谢 谢谢宝宝 谢谢 再盛点 多辣 再来点 放到下来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